近两三年因为受到COVID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的运动习惯都受到了影响 但唯独有项运动 一一军突起风靡全美 那就是Piccobo 这个看起来像是网球乒乓球 还有羽毛球三位一体的运动 到底有趣在哪儿 又要怎么玩呢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要说到近两年 全世界最新兴的一个运动是什么呢 那就是匹克球Piccobo 也是所谓的泡菜球 这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今天我们就来现场 来看看人家打匹克球 看看这项运动到底免在哪 听着有如乒乓球般的声音 用着类似与球的积分和换边规则 加上像小尺寸网球场的场地 这就是现在风靡全美的Piccobo 匹克球 至于让人如此着迷的原因 就是好玩 看到就是打Piccobo的人很开心 而且就是看到他们打完球 还在一起聊天 很好的收手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打这个球 我也想开心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门槛 回归运动的单纯和快乐 Jolly和Vanessa原本常年都在打网球 结果就是因为Vanessa的邀约 两人因缘际会现在变成Piccobo的双打球友 甚至还去参加警告赛 双双决定弃网球 从匹克球之下 过去打网球的伤在这居然通通都好了 打网球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常受伤的 因为那个球场很大 而且你真的球很重 而且你要跑得快 但是Piccobo呢 为什么说老人都可以 都真的很容易上手 很容易打的呢 因为那个扣呢 很短 就很小 我自从就打了 就是完上了Piccobo 然后我之前的Tennis elbow 还有Golf elbow 我现在都没有了 真的我觉得很奇妙 好 差不多 好 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怎么样了 Piccobo并没有强中的姐妹 要好好练习 虽然大家都说简单 但实际上打起来还是手忙脚乱 而且很多技巧 但Jolly和Vanessa一口同声都说 打Piccobo重点不再赢球 而在交朋友 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从Piccobo方面就是认识了不同朋友 我的朋友是从25岁到70岁 这就是我的Big Range 就是很大的 对吗 我跟你讲说每一个人 我就是有时间跟他们交堂 在打Tennis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他们交堂 我说OK 我们走了 Bye 就是这样走了 在这边我们就是坐下来 了解一下对方出了什么事情啊 这样 我觉得很像有点Fam 怎么说呢 Family的感觉对吗 因为Piccobo真正新奇也是近五年的事 也让球友更乐于分享与交人 增加大伙对Piccobo运动的认识和喜好 也意外地让这项入门相对简单的运动 变成新兴的社交活动 不过虽然越来越多人趋之若鹜的加入 也变相造成了场地不足的情形 这也成为Piccobo球友目前最想解决的问题 我们有曾经去过Louis Sutter打 我们等差不多半个钟头才可以上 我觉得等到来 我觉得没有心情打了了 明白吗 而且就是那个traffic jam是很厉害 真的 所以说我去Brogway打了 我经常迟到的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跟我的朋友 实在不希望等场地的问题 影响了打球的心情 旧青山市府在得知Piccobo球友快速增加下 也决定从善如流 将The Palace of the Fine Arm 艺术宫的室内空间改建为 旧青山第一个免费的室内匹克球场 只是对球员来说 还希望有更多的场地 能够独立于网球场 彼此不强场地外 也让更多人能够接触 甚至爱上这项运动 二十六台记者零早报道 更多人能够接到